身心之间的关系 mind and body 在哲学以及心理学上 是一个永恒不息的话题 各位好 我是帕拉图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身心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做一件事或者吃一些食物的时候 感觉自己可怜 不是内疚 而是可怜 例如有位同事叫你帮他做个project 可能你就加班做到 晚上七八点都没走 或者在半夜或者出差的时候 就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宵夜 大家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没有女朋友 或者老婆或者父母 为我煮饭食 而要吃这些东西呢 或者在做到很晚的时候 觉得为什么我做到这么晚都没走 待会回家呢 自己又没有驾车 不是内疚 而是觉得自己在那个situation里面 觉得自己可怜 其实这个可怜呢 是你告诉自己听 为什么控制不到自己 不去做 或者不去吃 你现在吃着和做着的东西 这个可怜的感觉 其实换言之呢 就是你的身心分离了 你的身体在做一些 其实你内心深处 并不想做的东西 换言之呢 就是控制不到自己的欲望 其实这个由弗洛伊德提出 那些由沙提尔推广的冰山图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 其实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意识 只有10%左右 其余90%以上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潜意识 包括我们最核心的真我 很多人尤其是在华人社会 在你意识最近的情绪 emotion那里 已经停止了在这里 我们的父母 或者我们的华人社会 都要求我们要坚强 我们不能够表达情绪 我们在小时候觉得有不开心 或者其他好的情绪的时候 都会很多时候被父母 甚至乎老师 狠狠地打压 或者discourage 不能够表达情绪 当我们连情绪都觉察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离我们的真我 越来越远 到底我们想要什么 尤其是在香港这么公理的时候 就是我要赚钱 我要工作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 就在亦然亦亦 或者欲望当中迷失了自己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 都觉得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 很迷失 即使都找到很多钱 我不是说钱不重要 我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钱是我们生活当中便需要拥有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由于我们的内在 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个 想要什么 我们就不断用一些外在的物质 例如香港的金钱工作地位 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真心想要的东西 殊不知我们越去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 就会离我们的内在 越来越远 说回一些很简单的例子 刚才我说的一些是半夜的时候吃宵夜 到底我们怎样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吃东西 其实要进食饥饿这个本能 我们现代人很多人是没有了 一点钟要吃午餐 三点钟下午茶 七点钟吃晚饭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去进食 我们吃饭或吃东西的时候 是否真的又需要进食 还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小时候父母 必须要我们因为错和日当 汉滴和虾肚 必须不能够浪费食物 你吃到多饱的时候 你都要继续吃 而忽略了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去进食 该有时候 CRAVE 即是我们为食想吃一些零食 或者喝一些可乐 一些炭酸饮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坐下静静地感觉一下 我们是否真的想吃东西 你会发觉效果很神奇 当我们有时为食想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聆听我们的身体 你会发觉 其实你的身体并没有发出去进食的这个指令 或者这个要求 这个时候我们想吃东西 完全是我们的欲望驱使 我们的厚福之欲 override 了我们身体最本能的需求 即是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的身心 其实分开了 所以我们的行为 和我们的自我 因为我们第一层的需求 即是我们的emotion 都知道 所以导致我们的行为 违反了我们的自我 在我们做一些违反自我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可怜的感觉 或者可悲的感觉 其实就是一种潜意识 深深里面 告诉你为何你又要这么做 其实你是在争取自己 在做一些我根本不想做的事 例如我答应同事加班 例如我变成了工作狂 不断去赚钱 例如我放下家人去不断加班 或者为了找多些钱 而不和我们家人去旅行 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 听家人说 或者听父母说 决定去读这个会计 或者读这个义科 而不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 例如艺术 例如运动 你在做你不想做的事的时候 不管你的成就有多大 你都依然会感觉到空虚和可怜 很等于你吃的食物 不论食物有多可厚 营养有多丰富 只要当时你的身体 并不需要进食饮食的时候 你一样会觉得可怜 其实这两件事的本质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想发现 我们真正的真我第一步 离我们行为最近的切意识 其实就是emotion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感觉 情感本身是没有分对错 愤怒 失落 不开心 和你兴奋 满足 爱与和平 这些感觉 其实全部都是natural 并没有好坏自分 他们的出现 其实是告诉我们 我们离我们的真我 远向我们的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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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近了 所以当你做一个 decision 或者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真是静下来 慢下来 你问一下自己 到底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当你感觉到自己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你来自己的真爱就越来越近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现代人 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所以不要压自己的感觉 用其他社会的观点 或者家人朋友 甚至乎伴侣的观点 它压制了你的感觉 所以其实第一步 大家下次如果又想乱吃东西 或者想吃东西的时候 大家真的试试 问一问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真的肚活或者口活 你会发现那个口活很神奇 希望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讨论或者问题的时候 都希望在留言区那里对我说 或者Facebook DM我也可以 我们下期再见